- 大家好是最,欢迎来到本期拳号2002比赛解说,这场比赛是炎底哥打战肖成拳,双方来一场顶缝抢10,目前比分已经来到5比5了,一直到达了抢10的关键阶段,最精彩的阶段啊,剪刀腿之后很快的圈人一个轻腿逆向,接两边搬一句巨人压榨榨,伴随下的炎底哥能不能实现残血翻盘,飞燕斩,飞燕斩空了,轻腿一点,剪刀就搬一炸,不愧是肖成拳啊,浪起来呢,下手极狠的, 我们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看炎底哥的草体精,卧槽,开场又是一发灭,切割,轻腿两点剪刀脚,哇,继续接巨人压杀,手起刀落呀,今天,炎底哥这一局手感不佳,哇,轻腿一点,又很快的确认,再来一波巨人压杀,炎底哥好没有还手的能力啊,来看炎底哥,下一个角色,龙二,这是炎底哥最后一个角色, 哦,轻腿一点,再来,哦,开萨V,开萨V,开萨V,连续的开萨V,直接要穿三了嘛,肖成拳,再来就把开萨V,轻腿一点,接BC,刀鼻杀走过来,哦,跳起来,再来一个经典压制,反边一边,两边,三边,下,哎呀,想抓个鼻杀,应该是没有抓住,距离远了一些些, 但龙二还是成功把卢卡给拿下,炎底哥他的闪电鞭连得不错,他打出过闪电六连鞭,比老马还要多出一遍来, 你肖成拳呢,肖成拳的猴子,天哪,哎呀,肖成拳的猴子,哇,一把假招,渗透鬼脸,反面再开刀的压制,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, 角落如果就是防一下的话,那就危险了,现在还是没了,意外了啊,先加了金家帆草,加上一个猴子,开场就是用猴子,对猴子, 其实炎底哥的草,也非常的秀,和肖成拳和战电城都是同一个级别的玩家,操作起来, 哇,非常加火车,明显这一局肖成拳是占据了一个主动游戏,节奏快那么一些些,炎底哥还没有跟上节奏, 哦,猴子突然来一手灰马枪,现在炎底哥的猴子就这么交代了, 来看炎底哥下一个波草,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波草的,因为肖成拳也有一个波草, 如果等一下波草盾上波草,都带一个贼一个贼,还成成功啦,一个贼, 反正生龙开爆气,生龙车,生龙车,多重取消,最后接大蛇蹄吗,哦,没接大蛇蹄, 选择再开压制,燕底哥还是有点着急了,最后来一发双生龙, 生龙爆气之后跑跑过去再跟一手生龙,接下来看肖成拳下一个人, 肖成拳的下一个草,波草对波草,一个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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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飞到空中,给一发大蛇的剃,好,燕底哥残了,燕底哥也来一发一个贼一个贼, 收敛度不在肖成拳之下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,其实无视感,空中一体, 哎,清腿两点,开比赛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,再来一个贼,哦,麦嘎, 哇,生龙接了个前院影,哦,肖成拳还跟了一手生龙,这么大的破绽没抓住, 清腿两点起飞吧,一个贼,爽,这太爽了今天,肖成拳的这一角色直接被拿下, 哎,来看下一局,下一局肖成拳的普通草,普通草速度也飞快, 但是还中了对手的一个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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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其实不是敢进入一个跑跑接地坡生龙,哦,角落没连好啊,肖成拳该爆发了吧, 感觉肖成拳今天就是爆发不出来,该怎么误解, 非常误解,爆发不出来,被压得很死, 但是这一发不是,超级爽, 这一发神诚,大招有点击穿了, 很秀的草, 接下来呀,看燕蒂哥的金家帆, 哇,开场就中了一发毒了图, 前院影终会开爆气,板边喝斋, 塑铁,燃烧, 最后来一发大蛇蹄, 差不多也要送走了吧, 没有打出超杀大蛇蹄,可惜了, 打了一个普通大蛇蹄, 这该如何是好啊, 那只能被拿下了, 哇,零距离蹦簧脚, 燕蒂哥强势翻盘, 还有一点点血, 没有翻得了, 不是吧, 这对燕蒂哥有点不公平了, 这对燕蒂哥着实有那么一点点不公平, 让燕蒂哥非常生气了, 燕蒂哥这次能不能彻底爆发, 吓得一血刃, 薰托马斯, 看来他真的要爆发了, 托马斯雷光雷刃拳, 飞踢雷刃拳, 哎呀, 总是最后接不起大招来, 又一个旋转托马斯, 哇, 跳天的抢一个空, 接地头, 后面萧蒂哥残了, 轻轨压起身, 飞踢, 转落踢, 怎么说, 反手一个跳地, 这个克里斯, 我还想再追上一个跳地, 开始轰玩啊, 轰玩他觉醒了, 这次燕蒂哥势必要爆走萧承拳一下子, 再看萧承拳的马力, 哦, 马力一个跳, 所以先打一个压制, 轰玩的转落踢, 继续起飞, 哎呀, 然后跳地, 中招, 不断的在跳, 那肯定是会有破绽出现, 所以说高端之中, 这种大跳是尽量不要有, 萧承拳已经连打两分了, 燕蒂哥还是有点着急, 爆气了, 爆气也不行啊, 抓不到什么好机会, 完全是跟着老肖的节奏在走, 燕蒂哥需要加油了, 接着我们来看, 燕蒂哥, 下一个, 草, 过草, 哇, 清水三点, 开一下, 哦, 圣龙甲打空, 一个贼, 反手一推, 马力没动, 那刚好给燕蒂哥的一个机会, 圣龙拢车, 圣龙拢车, 开多种拢车, 中间因为打了一个爆气, 这样的话还是挺划算的, 这样一个接法, 看掉了很多的血, 马力, 马力可以开隐藏了现在, 划铲圣龙开大, 并没有使用隐藏的一个迹象, 还是选择比较实用的打法, 有时候隐藏就是锈, 但是滑而不实, 给人这么一种感觉, 但最后剩一点血的时候, 能接尽量接, 因为能秀, 尽量就秀, 最后一发神尘带走, 最后一发, 按灵石无视带走, 哇, 轻车打了一个迹象, 再看下一局, 下一局, 燕蒂哥的龙儿, 燕蒂哥的拿手绝活再出现, 小城全想打迹象, 哎呀, 能玩空中的截住, 一波操作怼上去了, 高突起刹, 蛇边, 一个蛇边, 两边, 三边, 吓, 三边以后直上超杀了, 因为板兵需要一个高度的判定, 所以说只能打这么三连边了, 好的, 燕蒂哥终于成功了, 他不再用那种华尔不实的招式了, 感觉他也朝着比较实用的方向发展了, 这个招式, 我们来看下一局, 下一局, 燕蒂哥, 用草提琴手发, 克里斯现在给一波空中跳特地, 滑场接上了, 手蕾, 好, 再来一波手蕾, 打车踢, 上, 燕蒂哥直接残血, 残血以后可以开隐藏, 这已经轮回到他草提琴开隐藏了, 来看燕蒂哥下一个角色, 燕蒂哥的波草, 第二个回合, 波草拉后先开个波, 克里斯直接空中跳斯就怼过来的, 毕竟克里斯跳斯里是他的绝技, 好, 一波BC圣龙取消打气球, 接上, 手里, 最后接超杀大蛇踢, 木测燕蒂哥这个草也要废了, 强挂一个地头, 打压制, 你闪身中就扣车跳地, 踢他一脚, 拜拜, 波草也没了, 废掉了燕蒂哥的双草, 自生一个龙二了, 燕蒂哥的这个阻力是比较的奇怪, 总是玩这些比较花齿, 但是起手比较困难的角色, 哎哟, 后后过来跟个BC, 多重连帖出现了, 最后接入草皮杀, 肖成拳被赶掉, 燕蒂哥又狠狠秀了一把, 好地, 接下来看肖成拳下一个人, 玛丽, 好, 这波燕蒂哥经过一波多重连绵的超秀操作, 终于开始浪起来了, 玛丽一个花蕃还是开过来, 花蕃生龙甲开大, 嘿嘿嘿, 嘿, 角落一个跳地, 嘿, 迅速拉后一个影跳, 龙儿暴气准备背水一战, 看能不能残血翻盘, 来了, 用轻A点了个BC, 速度好快, 跳起来接暴气, 刀子提杀, 接入必杀, 哇, 这直接杀到肖成拳最后一个人了, 真的不得不防啊这个龙儿, 最后伤害修正是非常小的, 看, 超比杀掉血很多, 但是玛丽也属于修正比较小的那种, 连到最后掉血也会很, 一个耐落击中就结束了, 这也太快了吧, 逼分来到8比6, 看炎帝哥, 这把能不能把比分给拉回来, 这波炎帝哥直接使用了闹炉, 现在是那波开萨V, 开萨V, 开萨V, 哇, 前线中退直接确证BC, 小春泉是玩嗨了几天, 这么快的确认, 哇, 生龙跳, 那耳洛压一手, 还是远距离战壁点他一手, 摸起啊, 生龙中了, 起死无尺改, 这几个动作虚晃, 让炎帝哥就慌起来了角落, 直接给了一发浅刀就, 但是对手并没有跳呀, 这打成了心理战了拳皇, 拳皇高手个个都是心理战高手, 哎, 来看第二个动作, 这波炎帝哥也非常惊鬼的点到了一套, 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, 双奈尔洛, 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, 操杀大手弟终于来了, 终于吓死手了, 不再玩花的了是吧, 好了, 看老肖该如何应对, 肖成全, 如何应对呢, 炎帝哥也掀桌子了, 哦, 先点一个青角, 轻角一点一个贼, 哇, 耍奈尔洛耍了个米香, 其实不是该接入大蛇蹄吗, 二神的多重追击, 可是他没追上, 被绑下来了, 炎帝哥他把打法和战天城的真是比较像啊, 一个超杀大神双火, 可是炎帝哥剩下一滴血, 跑掉吗, 哇, 哇, 生龙双生龙接超杀没接上, 生龙其实不是该中了, 大蛇蹄带走, 这是经典的残血翻了, 这把, 硬, 硬核翻盘, 好, 来看第四个回合, 第四个回合, 肖成全的满力, 开场又被点了一个贼一个贼, 哇, 炎帝哥体内的热血, 已经按捺不住了, 马上就要迸发出来了, 又是一把密箱奈牢, 反正就是我隐藏打空, 你前鞋中的一个贼一个贼, 你不管怎么样, 我就是压制, 你还隐藏我, 再一个贼一个贼带走了, 肖成全最后被压到绝望, 真的绝望了, 连出两个隐藏就说明肖成全他真的绝望了, 啊, B分7比8, 燕迪哥终于, 释出他真正的实力了, 老卢又是来了, 开萨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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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前鞋中登他一下, 板边是就嘞, 其实不是干净, 接住一把大蛇替打点太高, 那儿路, 这一波萧成全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这个激动, 啊, 啊, 肯定没有看到这么精彩刺激的比赛了, 好, 来看萧成全下一个人, 波草, 剪刀脚上天, 又是一把逆向过点双逆向, 剪刀脚, 啊, 巨人压杀, 炸, 肖成全完全是被揍懵了, 前期的霸气已经不复存在, 青雷确认点到就是, 哎呀, 这是碰瓷啊, 点到就是怼, 肖成全仅剩最后一个人了, 这也太快了吧, 肖成全要注意一下了, 好, 来看肖成全的下二名, 哎, 这波烟底哥没有动, 下面直接抓上去了, 万度碎, go, 好, 肖成全, 这个, 卢哈尔开始了, 立香, 一直抓, 不行的, 转腿, 抢招, 清腿压不起身, 开BC, 嗯啊, 连续的剪刀脚递波, 连续三次剪刀脚递波复合, 再来一波没复合到, 不行了, 让你变身, 剪刀脚取消, 啊, 疯了, 彻底疯了, 燕帝哥呀, 是彻底疯狂了, 连锥, 两分把比赛给追平, 这一波继续用老卢, 看来老卢的实力还是强啊, 呃啊, 老卢这几波作用贼大了, 但这次肖成全选出了, 用大蛇之血的大蛇克里斯, 哎呀, 老卢该如何应对啊, 虽然老卢是七彩, 可是面对大蛇之力啊, 他也只能乖乖躺下, 乖乖趴下, 来看燕帝哥下一个人, 没有老卢, 燕帝哥又是十分危险, 看燕帝哥的, 草提鲸, 现在有个空洞效地, 轻快一点, 一个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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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又开始一个贼一个贼, 哪儿落, 有草提鲸特不怕, 七十五出改, 反别圣龙取消, 哎呦, 稳住不了, 碎上一臂, 滑铲, 滑铲等你来了, 守了, 圣龙守了, 超杀大蛇梯, 好的, 一波中脚防空, 滑铲再次接入, 生龙守了, 再来一波大蛇梯, 这波萧村表示我也要穿衫, 燕帝哥仅剩一人, 不是你穿就是我穿, 不是你浪就是我浪, 今天这个比赛居然打成了这个样子, 哎呀, 燕帝哥的龙儿, 先空中一发就露下来, 然后一脚比谁舌边开大, 这是一个什么, 奇怪连法啊, 一脚防空踢下来, 这些就舌边开大了, 追地属于是, 好, 追地捡了一下, 萧城表示也是一脸懵啊, 萧城前的草蹄精, 前些重腿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, 燕帝哥能不能啊, 延续, 暂天成一些很细的打法, 生龙守了, 没连住, 耐尔若, 点青腿, 比c, 一个在七思不识改, 板边朔铁, 生龙大胜体, 滚哩哩哩哩, 啊, 少了个生龙, 想接耍火没接住, 但是, 但是, 他的一个龙儿, 已经是不复存在了, 下一局, 一根霸逼酒, 萧城前的赛点, 哇, 把女巷过顶, 重拳大折剃, 这也能烧到, 燕帝哥给了个c的, 女巷, 青铁, 哇, 压住, 压住了, 点到叫bc地波取消, 地波, 哦, 中间才是前清腿, 打出第二段了, 后面不好接招了呀, 又被克里斯很快的跳地压住了, 大蛇剃, 上, 好, 燕帝哥上一滴血, 变身大蛇, 哈哈, 我就说了啊, 老卢, 即便你玩的在花, 即便你是武学器材, 精通了各路的各路高速的一个精髓招式, 但是你面对大蛇的之力, 你还是不得不臣服, 没有办法, 升龙, 哎呀, 升龙, 哎呀, 现在KO了, 克里斯大蛇之力被拿下, 消沉拳下一个草, 什么都是草, 哇, 青腿破中断, 一个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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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时浮时改, 升龙, BC, 没联好, 断了, 但断了还可以继续修正, 继续压制, 青腿两点, 一个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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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落, 中筷出击, 前一回的一个贼, 一个贼, 接大蛇你带走, 没带走, 没带走, 带压制, 好了, 消沉拳, 消沉拳要加快一下节奏了, 双方节奏感觉又变了, 消沉拳就显得没那么快了, 这一波, 燕蒂哥化身秒快了, 哇, 三点, 四点, BC, 快得一个点, 升龙五车, 青给点完之后继续来下一套, 再来一套消沉拳必亡, 消沉拳要亡了, 啊, 比分还是, 哎呀, 没打到, 没打到, 哎呀, 消沉拳也慌了, 他表示还想参雪翻一翻,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, 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期的决胜局, 他们两个机器人是完满的, 这个解说, 是渐入加镜了感觉, 在风险上比赛, 从哪里打的一项, 一个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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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又开始了, 其实是该介入超杀大蛇体, 烧, 烧尽他吧, 哎呦, 哟哈, 跳不起来, 老鲁在找机会了, 打到逆向之后, 为什么没有七手连上去呢, 机会, 哇, 闪身, 躲过一臂, 躲过闪身, 一脚踢飞, 哇塞, 嗯啊, 逆向, 搬运, 低啊, 这个搬运, 想搞出一些花式的东西来啊, 结果搞出一个搬运, 没办法, 哎, 来看下一局, 先打, 先找逆向, 高手过招一般都是先找逆向, 反面接超杀大蛇体, 没烧满伤害, 但又连一套, 这下燕迪哥就危险了, 气死不死改, 升龙大蛇体, 双火, 双火成功了, 他终于成功了, 哎呀, 终于成功了, 经典的双火, 那你看燕迪哥的, 龙二, 只剩一个龙二的燕迪哥, 这可是决胜局了, 好, 龙二可以打多连边了吧, 跳起来一发BC, 可是对手血量不够了, 给个超杀带走吧, 给个摁脖子, 掐脖子, 掐脖吧, 我们先, 来个外号, 看肖成权下一个人, 肖成权的玛丽, 第四个回合, 玛丽先影跳, 后面踢脚没踢到, 玛丽亲对三点开了过去, 好, 划铲胜龙开大, 先拿掉龙二半管血, 胜率很高, 这一局, 角落开BC, 龙二开始了, 这一套摸到也是摸奖成功, 要带走了吧, 中间复合十个边之后, 接手必杀又是不同的一套连招, 呀, 燕迪哥不单是燕迪哥, 还是花石哥呀, 哇, 生活来到第五个会合了, 每一次的连招都有所不同, 这就很厉害了, 来看肖成权的草屁, 进, 别看燕迪哥现在, 啊, 荒咬摸到了一个BC, 不是吧, 这个就是一个奇怪的摸奖方式啊, 最后接超杀大蛇蹄, 双活带走, 最后肖成权十比九拿下结束比赛, 拜拜, 兄弟们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明镜与点点栏目,